鈴鐺 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我們喜歡看他們說 超自然震動 今天認識我們超自然震動第一屆 特級廚師大賽 YAY 攤賽者就是兩位 突然弱下 還是要感謝我們的乾爹 我們出席社區來賓 我蔡依凡 我們今天有一個新朋友 大家好 我是主播日常尼克 所以你會做菜 都看食物 我先為觀眾解剖一件事情喔 因為我們今天不是要做菜嗎 有兩位是 天氣太熱 這樣比較辣 所以你們今天帶來應戰的料理是非常厲害的嗎 對 是拿手好菜 因為畢竟現在是嫁給韓國人 所以都是做韓國菜 現在是韓國男友 所以你像平常在家裡都在做菜 給他吃 因為他一直很常吃他做的韓國菜 所以一大份其實都會煮 而且他多見這種 他假借做菜 他炫耀自己教韓國男友 對啊 我們這些單身狗 你有男友嗎 有啊 是場外的那種 他這樣假借那個炫耀很奇怪 我不會啊 我覺得不會啊 可以走他嗎 所以你們今天要做的菜是 我是韓式生章魚蓋飯 要不要再講一次 韓式生章魚蓋飯 韓式生章魚蓋飯 我是糖醋排骨 所以是韓國PK中式料理 中式料理 對 所以你們覺得自己會贏嗎 是有信心的嗎 我覺得我一定會贏 OK 對啊因為我做很多事 他炒不起韓國人妻 我炒不起韓國人妻 是比較特色料理 特色 那平常在家裡面也是 這個狀態下廚嗎 這樣子拍照有啦 但是不會這樣子 因為我會看到 我覺得做菜這個狀態是很完美的一個狀態 就是會忘記爆香 那就是那種 切一切 然後就是 那個男朋友就會過來 然後請就把這些東西全部都掃掉 就是沒有要管做菜 然後地上就開始著火啊 直接放進去 就換新家 好那我們一次一個來 是你先嘛 對 因為糖醋排骨比較費食 好 善章魚就是敷衍人的料理 所以很快就結束 很快就結束 他沒有反駁 OK 所以今天帶來的料理是 糖醋排骨 好 那你就 每食料理不然要怎樣 增加成他每次一樣嗎 你這個料理會很費工嗎 我覺得蠻麻煩的 可是 沒關係 你知道炎依凡的心機很重嗎 他等一下是速度很快 而且又很好吃的東西 真的嗎 他不好吃也不一定這樣 那我看你翻了 對 這個糖醋排骨要準備有什麼 我怕還是有一些人要選 這是排骨 這是排骨 就是有軟骨或是有骨頭都可以 先把它就是跟醬料醃漬在一起 所以 先放砂糖 砂糖 大概多少 砂糖大概一湯匙 一湯匙 對 然後 好厲害喔 再來是胡椒 胡椒 然後再來的話是 醬油 平常在家裡都是你做的飯給男朋友吃嗎 對 也太性感了吧 性感 我以為是也太幸福了吧 所以男朋友是 會幫 在廚房幫你了嗎 還是就是 全部都是我自己來 全部都是你自己做 煮菜買成洗碗啊什麼之類的 差不多看到真正感情的地方 然後再加 場外男朋友在瞪我 然後我現在加的是白醋 加一點點就好 就是它的氣味 我現在要開火 要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你要開火 對 對 不然怎麼去 對啊 糖醋台股是這樣喔 我一直以為 要先炸過 OK 你要怎麼開 會嗎 對啊 要不要我教你 來喔 我主婦日常回頭 所以就是要先讓它滾燙 大概150度吧 好 那我們 大家說大概是一匙 大概是150度 但是誰看得出來都直接用到的 喔 你把那滴氣也越來越長 不是我也想學啊 可是大家就說 大概一湯匙的量 然後就是抖抖抖抖到的感覺 就是看感覺啊 讚 猜拳的時候把手放上去 那要準備另外的備料 其實我要來切菜 喔 糖醋排骨是會加這個的喔 顏色漂亮啦 OK 看你要不要吃 B啦 太煩了 我就不要做焦了 人家都給我選項了 這麼奇妙 很想要 往反方向的方向 而且我小時候很怕青椒 不覺得它很臭嗎 青椒很好吃耶 很像他一樣 會想要把食物擺放在男友身上嗎 你有他身上放過的生魚片嗎 沒有 那麼明確放過 你有放過嗎 不是有些會 他已經分了啦 對啊 你們是先在一起才 你才開始做菜還是 你做菜把它 我們在一起三年多了 那做菜做多久 做菜做半年多吧 那你們做愛做多久 我們做每次嗎 對啊 不知道 你們有在琉璃台上面做過嗎 有點像 就是要利用空間 而且這樣不是要等的時間嗎 我覺得應該可以先來 你說跟誰 男友 不然是誰 你想什麼 會有一刻可能在做菜的時候 他突然就衝過來抱我 抱你喔 不會 我會生氣欸 你會生氣 你很不解風情欸 你看他之前男友都已經閒成那個樣子了 就是如果我在做菜 對方要幹嘛 我就會把菜放在一邊啊 那如果我在炸油 我交換算了 那就換生加啊 成本很大 那你之前跟前男友在一起的時候 會這樣調情嗎 會啊 那做菜的時候 我覺得在後面我這樣抱著 然後就說 你好爸謝謝 那還是分啊 男朋友會做菜 對你來說是加分嗎 我覺得很性感啊 然後我可是我沒想幫忙 可能都被改出來 為什麼想幫忙的手勢 那也是幫什麼 你覺得你這道菜的難度會勝過生章魚蓋飯嗎 當然會啊 他鬥志很高啊 沒有 那你們怎麼認識啊 最不認識 你幾歲 我 我跟你說 那個叫軟體不好 你要用Rudy 我們總是要那個 快會怕 對啊 快會怕 加錢 所以你確定他是熟的了 對 我覺得我們看得出來啊 對啊 不知道我也是靠敢說 喂 死了 誰請你來 等一下試試做我 來大聲說出你的菜名 蛤 豬排骨 喔 有想偷吃嗎 沒有 我換我們第二位 貝璇特級廚師 你今天要帶來的料理 什麼叫貝璇 因為還沒上啊 就是第一件 選贏的人才會上 哈囉 所以是做什麼料理 再跟大家說一次 原來是生章魚蓋飯 OK 連自己的菜名 都不太熟 加油 所以你在做菜的時候 男朋友會幫忙嗎 我們一起做 你們一起做 你們大贏耶 看著他 因為我跟我男朋友 表情太像了 就是可能我在做事 他不做的時候 會覺得你是把我當用人 那如果他在做事 我不做 他就覺得我把他當用人 所以我們都會一起做 除非是我不在家 聽起來是一個很計較的感覺 對啊 很瑕疵 所以就覺得 誰一定要付出 一樣等他 什麼都出來 你要等 首先我們準備飯 不然 大家記得要把生米主 今天熟的 你跟你男朋友在一起多久啊 認識兩年在一起半年 所以什麼情況下 讓你們在一起的 情況下 就是剛好同事有錢的時候 他有來台灣 然後我們就再次見到 因為當時我們都有男朋友 因為我們關係其實 我們關係很奇妙 就是 因為他的前男友是我前男友的 就他們兩個 我前男友 是他前男友的前男友 你的前男友是他的前男友的前男友 OK 反正你們是 表姐妹 差不多 那同樣一題的問題 就是跟男朋友做菜的時候 會乖乖做菜嗎 還是 我們會互相鬧對方 就比如說他在做菜 我就脫他褲子 脫他褲子 脫他褲子 脫他褲子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 他會穿上嗎 還是去穿 他就叫我把他穿上 因為他就是在主餐 韓國男友會真的比較霸透嗎 他會有一點那種 韓國大男友的想法 你喜歡這種感覺 我不喜歡 因為我本身就是獅子 所以 你會一直要拿獅子 因為我覺得 你會打天的 在路上什麼酒駕啊 打人 然後你說因為我獅子 沒有因為他也是獅子座的 哈哈哈哈 還好 先讓我們歡迎當一集 跟男朋友溝通都是講英文 他現在已經會中文了 這麼快 那你們吵架是用哪一國語言吵 我們很少吵架 喔還是熱戀啦 這個是正確的嗎 因為你現在很沾鍋耶 對啊 因為他有一直往旁邊 還是因為你是獅子座 然後再加上韓國的海灘 就是我們每天 你這場戰爭就是都靠國來平 對啊 讚 耶 真的很快耶 我們盡視吃時間 我現在來吃 尼克做的 黃醋排骨 OK 他是真的沒熟嗎 不會 我覺得有熟 那你吃 我剛剛吃飽 我剛剛吃飽 剛剛有份了 你給KIDO看一下 有啊 但有熟嗎 欸 再認真說先撇掉 他有沒有熟 口味是不錯的 因為我剛剛看你這樣大把大把吃到 我以為會 過鹹或是過甜之類的 其實口味恰到好處 然後 肉的軟度是我喜歡的 然後 青菜的脆度掌握得還不錯 但是就是 應該要熟吧 對然後 我先把它放下去了 OK 你這個心情很重耶 有辦法 慢罵他的料理嗎 太濕了 還是可以耶 天啊 廚藝界好黑暗喔 他剛剛那個也沒有熟 很難挑 對啊 怎麼會這樣啊 去把菜刀拿出來 我們同時指 那個就是想要投給那個人 3 2 1 對 對 只要驚訝我會選 為什麼 因為 他不是你想吃生的肉的肉嗎 沒有 因為 其實延藝凡的這個 好吃 可是因為我個人的口味 淡一點 就對我來說有點太重 他沒有不好吃 其他的那個 海鮮 滿鮮甜的 就是這個 這個的調配比例跟他的爽脆度 那些我是喜歡的 怎麼說呢 這道菜如果把肉倒掉 他是很好的 這樣1比1耶 我們選不出特級廚師 這樣 叫其他人來試 叫FIFA 美食 美食評論家 胡天蘭 FIFA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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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說自己是美食評論家 因為我是飯局妹 我吃過很多高檔的飯局 我會吃 很懂這種 那個啊 東方文華 東方文華 好 原來我先吃菜 就能吃出他的那個 沾醬的調味 怎麼樣 是吧我剛剛的形容是不錯的 蠻清甜的啦 對啊 但是我覺得好像可以再 再重口味一點 再加一點點鹽 我就知道你是重鹹妹 我來幫你們見證一下 到底有沒有熟 因為畢竟我是蠻會吃的 好 我以為你只會吃偶爾 到底有沒有熟啊 好啊 你會被請出飯局之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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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妹子一隻都出來 你是牛啊 這麼熟的啊 OK 好那說我們 一個優點一個缺點 優點是嫩的 那缺點呢 缺點還是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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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就是 我覺得如果說你是口味比較清淡 你就這樣就好 然後如果口味重一點 可以再加一點點點 嗯 OK 就是他稍微 我覺得甜味多了一點 對 然後 糖漬排骨 當然不就很甜嗎 但是糖漬排骨 要說鹹甜 都會味道很重那種 對啊 可能我館子吃多了好不好 館子吃多了好不好 那種的啊 那種的啊 那種大陸北方的 那種類的好不好 我們大家就是不用有壓力 因為他就是很主要 大狗 不可以因為私交給他高分喔 我覺得這就韓鶴婷 韓鶴婷是誰啊 就是韓國的那個 對不起 你以為是一個人嗎 就是不錯就是 但是也沒有經驗 水準 就是水準 在水準期內 就沒有說特別突出 其實他就是很好吃 但是那是別人的 還是要二十多 今天如果真的料理 在你心中真的是評分秋色 那就是看姿色 超不可觀的 超級評分 那我可以選攝影師嗎 直男 不用再煩他了 手到三嗎 手到三把這本手舉起來 3 3 哈囉 1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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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級廚師 料理大賽 就在這裡放下完美的句點 希望 如果想要報名的朋友 找Viva 來報名我們的第二集 亂開一次 掰掰 掰掰 哈囉 大家好 我是Blu D男神 Raven 歡迎大家下來Blu D App 準時收看我的直播 謝謝 1 2 1 2 1 2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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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